音乐 现代人无论生活或工作 越来越依赖电脑 智慧型手机 形成做事的生活形态 常常一做一整天 加上一些不健康饮食习惯 即使年纪轻轻 体能却明显低落 人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与需要 不仅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减肥 让身形好看 增加免疫力等 还可以防止或减低一些疾病的发生几率 如骨质疏松 大肠癌 心血管疾病等 而且适当的运动 除了在身体上燃烧热量 在精神上还可以释放掉压力 进而稳定情绪 使人变得开朗自信 然而安全 有效率的运动也是需要学习的 8月第一周 举光源地播出了徐动英老师带来的简易徒手激励 自我训练的方法与技巧 非常的实用 相信有许多同仁已经悄悄的练起来了 今天要知重点在增强心肺耐力上 徐老师特别推荐跑步 怎么跑呢 仔细听了 很多人不喜欢跑步 我始终认为跑步是最连能的 最有效率的对抗身体疾病最好的方法 各位这是美国史丹佛大学做了20年的追踪 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他们把人做一个实验 实验组跟对照组 就竟然发现什么 就接受跑步训练的人 从刚开始的受伤的比率 大概是7.6 到20年后变20% 那没有受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呢 严重的关节只有小于2% 那没有跑步的人呢 脚受伤的轻微关节炎 从20年后变32% 好 严重关节10% 请问哪一个严重 跑步还是不跑步的 不跑步的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跑步反而更不容易伤膝盖 你只要跑步的时候 按照这个四个要领跟四个口诀 我保证你跑步不伤膝盖 第一个 跑步的时候要前脚掌先着地 在后脚跟 先前在后 第二个跑步的时候呢 膝盖要成搁置形这样 永远搁置形的交换 不可以有伸直的一天 请问各位 有没有看到膝盖伸直过 这样膝盖有没有伸直 有没有 但是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跑步会这样 这样腿会坏掉 第三个呢 要节能减碳 跟练轻功一样 听不到你的脚步声 你就升滑了 你就越轻越好 最好感受不到自己在跑步 这样 这样 好 你要练到这种程度 最好的方法 我教各位 数字节拍器 把数字节拍器输入以后呢 把那个节拍调整到1分钟180步 然后4分之2拍 你就搭配这个来练 前脚掌着地 膝盖围曲 节能减碳 小步伐高步频 小步伐高步频 不酸 不痛 不硬 不喘 酸痛 硬喘 不要找我 你就可以跑很久了 现在一个国医一个老师 三年多前 他们的院长亲自打电话拜托我 说徐老师 我们这个有一个老师 他的程度很好 成绩很好 申请国外的一流的医学中心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去 但是他出不去 他就说他体测没过 你看能不能帮个忙 学妹来找我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你现在跑步的时间大概多少 他说二十分 我说那请问你的合格时间是多少 他说十七分二十秒 请问差了几分钟 三分钟左右 结果我问他 那你什么时候要测验 三个礼拜后 结果这个学妹来找我的时候 我前两天没有时间陪他 我就请他听这个节拍器 跑每天跑一个小时 两天之后 他竟然发现 这样跑一个小时 完全不累 就第三周我带他去测验 跑出十六分五十几秒 所以他现在人在英国读博版 跑步的姿势很重要 你只要肯改变 效果很好 跑步为什么要前脚掌先着地呢 各位看这两张图片 你看 左边那个Nature的 他后脚跟着地 他出现的图腾 右边那个积电图 他会出现一个断层 就表示力量没有延续 没有延续上来 会出现一个停止 左脚跟落地的时候 膝盖伸直还弯曲的 是不是伸直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膝盖就会痛 这样听懂啊 这个在地医学来讲 这样是一个刹车的效果 所以脚一定要前脚掌 前脚掌膝盖就会弯曲的 下面左边这个是前脚掌先落地 你会看到那个积电图 是一路爬上来的 老师一再提醒 跑步千万不要土法练钢 要讲方法 刚开始练 只要跟上节拍就好 每分钟180步 不求速度快 让身体慢慢喜欢跑步 掌握前脚掌先着地 膝盖围曲 步伐小 而且像练轻功一样的轻盈 这样不但不会累 也不容易受伤 也因为不酸 不痛 不硬 不喘 便可以持久 一段时间 成绩一定大幅提升 当你的身体喜欢跑的时候 要胖也很难 而当慢慢瘦下来的时候 越跑就会越轻松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谈到跑步 徐老师尤其喜欢超慢跑 超慢跑和健走之间 哪个更有效果呢 有一种运动对三高很有帮助 就是超慢跑 注意听 你看日本的实验室 做出来的实验室这样子的 同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带耗仰仪 左边是用走路的四公里速度 右边超慢跑的速度四公里 一样的速度 结果耗仰速度差了1.6倍 所以你为什么还要走 你看这样赚1块钱 那你请他用走路的速度这样子来跑 这样赚2块半 请问你要赚1块还是2块半 听懂了吗 好你看这个慢走每小时4.8 超慢跑每小时4.4 请问1块还是2块 慢走快还是超慢跑快 是慢走快 你看慢走消耗1 超慢跑消耗2.5倍 所以各位你还要走路吗 请各位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说 跑步可能会伤膝盖 这个是事实 但是你只要教他怎么跑步伤膝盖 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体重133公斤 他就每天看两三个小时的NBA 或者是MLV就棒球 结果呢 他跑了半年多瘦了三十几公斤 他就这样每天这样跑 效果很好 他本来要打胰岛素哦 本来要吃糖尿病的药 一年以后完全停药 也不用打胰岛素了 健康回来 海军的 谁说没有地方跑 你在甲板上有立足之地就可以练了 陆军的也担心天后不好 不能去外面跑 你就让官兵在寝室 给他们放电视嘛 看电影 每一个人就这样看 跑步呢 最怕的就是前骑速度太快 速度太快会使我们身体的 积酸乳酸带得很高 所以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疲劳质 你就运动不下去了 一般的人跑步都会犯这个毛病 老师说在室内超慢跑 还有另一项好处 就是因为环境舒服 可以跑很久 而且避免吸入PM2.5 肺部也较不受伤害 一举数得 另外 分解脂肪需要大量的氧气 而且脂肪分子很顽强 难以被分解 身体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大约是20分钟 才能充分启动脂肪燃烧系统 在运动的时候首先消耗的是肌肉中的肝糖 再来是血液中的葡萄糖 肝脏中的肝糖 最后才是血液中的中性脂肪 而最适合燃烧脂肪每分钟的心跳数 上次提过是220减年龄再乘以0.7 如果是20岁 运动心跳可以达140下 至于50岁 就降到120下最好 最后老师提醒 想要快速燃脂 必须记住以下4点 各位 你想要快速燃脂法 你把这4个要领记起来 第一个 早上起床的跑步 早上空步的跑步 效果很好 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能量还没有补充的情况 我们身体的糖 因为我们一整个晚上没有进食 所以能量会消耗掉 身体的血糖会比较低下 这时候你假如早上一起床 就去空步跑步的话 糖不够的时候会找什么来帮忙 啊 假如这个人没有补充能量就开始跑 就糖没有了 会叫什么来接班 脂肪 脂肪接班就会快一点 但是有一种人不适合 糖尿病的人不适合 所以你糖尿病的 还是要跟医生合作 好 注意听喔 早上空步跑步效果很好 它因为会分泌体脂醇 还有肾上腺素 这两个荷尔蒙会有效分解你的体脂肪 分解下来体脂肪 还在血液里面 需要藉由大量的有氧运动 透过我们的呼吸 还有我们的流汗把代谢掉 这样听懂 第二个 跑步之前做一些核心肌肉训练 燃烧热量是我们休息代谢的七倍高 所以这个投资报酬力很高 那什么时候做呢 注意听喔 每天傍晚 而不是早上起床 注意听 你们未来任官都是带兵官 早上起床 最适合的运动是有氧运动 而不是做肌力训练 不要去做拉单杠 或者是去做仰卧起座福利领生 那个很伤身体的 因为早上起床 我们的体温很低 你假如去做重训的话 容易伤肌肉 所以重力训练 应该是在我们一天 人体身体的温度最高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 下午傍晚四五点 是我们体温最高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关节活动度是最大的 所以做力量训练跟速度训练 比较不会拉伤 这样听懂了吗 第三个 你在慢跑的时候 要可以聊天的速度 要怎么样 要这样子 可以一直这样 像老师这样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都不会觉得很喘 这种速度 你才可以持久 你就会减脂减的很成功 而不要跑成这样 我明天要死掉了 你跑那么快要去哪里 不要急着跑太快 越慢越好 那第四个呢 跑步的时间 能够持之二十分钟以上是最佳的 二十分钟以上 那所以说减肥的四个快速燃脂法 记起来没有 第一个 早上空步跑步 但是糖尿病的人必须要特别留意 第二个 傍晚做完肌肉训练以后 再去做有氧运动 消耗热量是我们安静休息的七倍高 第三个呢 跑步要可以聊天的速度 第四个呢 要持续二十分钟以上 效果很好 提到运动 就不得不提到流汗 流汗与排尿同样是排毒 两者有何差别呢 经由运动所排出的汗 与在烤箱中所闷出的汗 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运动后减掉的脂肪 到底跑到哪了呢 德国的医生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马拉松选手 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 找不到癌细胞的选手 就是说 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 他们去侦测了 结果发现 马拉松选手身上 几乎找不到癌细胞 为什么 马拉松选手身体组成 跟我们哪里差异最大 他们什么很少 脂肪很少 好 我们的癌细胞 最喜欢储存在哪里 答案有没有出来 就是在脂肪里面 所以各位 他们采集了每天跑步 30公里以上的 马拉松选手的汗水 竟然发现 跟他的尿液比较 他的重金属 代谢速度 是他的尿液的20倍 你看千是20倍 第二个是葛10倍 第三个菇也是20倍 镊是10倍 铜是10倍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们的身体运动产生热能 就会消耗脂肪 所以你的重金属就可以代谢出来 这些重金属可能都离来的因子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说 诶 老师你说排汗 那干嘛要跑步勒 去烤箱烤一烤是不是也会排汗 但是烤箱烤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脱水跟尿尿一样叫脱水 但是你是这样跑步下来的流汗呢 它是烧脂肪的 所以它会使你身体产生热能 当我们的身体产生39.6度以上的高温 Cancel就会杀死了 身体里面的癌细胞就容易被我们自己杀死 它不喜欢高温的情况之下 癌细胞相当讨厌身体产生高温 所以当你这样慢跑 当你身体开始流汗的时候 体温就高达39.6度以上 所以你只要持续一段时间 对抗癌症是相当有帮助的 所有人都误认为脂肪是流汗流掉的 答案是错的喔 脂肪怎么离开我们身体的 是藉由呼吸 二氧化碳 气体交换 84%来自于呼吸 16%来自于什么 汗水跟尿液 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要脱脂 不需要去外面大量流汗 你就在冷气房这样舒服的跑就好了 不是说汗流的越多你才会脱脂脱的越多 不是喔 而是比谁的呼吸力 当你的呼吸力越久 然后呢 持自己痕 環境越好 越舒服 你就不会身体出现劳累 所以你可以持续的时间变久 你假如在大热天之下运动 你身体会脱水 脱得很严重 身体容易出现劳累 你就持续不久 这样听懂了吗 最后 为了健康 运动之外 正确的饮食习惯也不可忽略 哪些食物有益身体 什么烹调方法对身体较无负担 这是一般人都有的尝试 徐老师特别介绍了用餐的顺序 也很值得参考 好 现在最夯的两个 最夯的减重饮食方法 请看哦 左边那个是一个宋燕仁医师 他以前当过台北市的卫生局局长 他的体重从九十几公斤 瘦到六十几公斤 他完全不靠运动 靠饮食调整 那怎么吃呢 第一个 他将食物呢 餐盘打上来以后 百分之五十的二分之一的蔬菜 然后四分之一的蛋白质 然后四分之一的淀粉 注意听哦 吃饭的顺序 决定你的瘦的速度 第一个 他先三餐的前面 第一个五百CC的水 第二个 吃的顺序先吃肉 吃肉不能配饭哦 你就专门吃肉 肉吃完了第三个顺序吃什么 蔬菜 吃蔬菜的时候也不能配饭 最后吃完蔬菜才能吃淀粉 好 你就按照这样的顺序 他说啊 万一你吃完这个餐盘 你还会饿怎么办 他说请你再打一份同样的比例的餐盘 再依照这样的顺序再吃一遍 然后但是呢 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权威的减肥医师 他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概同 他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先建议吃蔬菜 吃完蔬菜才吃蛋白质 最后还是米饭 所以注意听 什么应该摆在最后吃 淀粉 所以你记得吃饭的顺序 不管你是肉先吃还是蔬菜先吃 最后才是淀粉 反正这两个哪一个先吃都可以 搭配什么 运动 效果一定会出来 这样懂了没有 好第二个 右边这个图腾 是现代年轻人最夯的减肥模式 这个叫低碳高脂 你注意看他的食物里面 有没有看到淀粉 几乎看不到 他50%的蛋白质肉 30%到40%的脂肪 所以脂肪可能是坚果 还有橄榄油 好 你看他的蔬菜就是他的碳水化物 蔬菜 水果 就是他的碳水化物 低碳高脂的减肥方法 蛮适合年轻人的 年轻人会喜欢这样吃 老人家可能比较喜欢吃传统的 左边那个 其实这两个吃法都可以 这样懂了没有 非常谢谢徐动英老师 分享这么完整的健康体势能课程 相信每位保国为民的官兵同仁 本身都已经有了良好的健身习惯 不过老师所提到的健康概念 很值得大家参考 尤其是超慢跑 既方便练习又有诸多好处 听进去算是赚到了 如果能持之以恒的练习 加上前面的激励训练 那更是人生无价的资产 让我们从今天起立马行动